歡迎收看阿拉伯的直播 我是阿彌雲 大家還記得嗎 就是去年的阿憲有拍一部 就是關於一週的花費 今年呢 我們也要再拍一模一樣的企劃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進去 哈囉 該告了吧 你還記得去年的時候 你有拍一支影片是一週花費對吧 那不然這樣好了 我們來看看今年的你 花費上有沒有進步 那要往上走啊 如果你賺越多 你就會花更多啊 重點是你有賺越多嗎 今年除了要你拍一週花費之外 我們要給你另外一個任務 怎樣 因為最近有一個風種菜的手遊 是的 他希望能夠跟我們合作 那風種菜這個手遊呢 我要跟大家認真地講一下 它很有趣的地方是 你在手機上種菜 最後這個菜是真的可以寄到你家裡的 哎呦 所以是一個 虛擬連結現實的遊戲 沒錯 就是一週 紀錄你的花費之外 順便紀錄一下 就是你這個遊戲可以玩到什麼程度 好的各位 現在這個一週花費的第一站了 是我要去買喝的 帶著員工一起去買 來 啊我們今天要去喝的就是 在永康街附近的一家叫 SOMA的茶點 這超貴的耶 可是我覺得真的蠻好喝的 好的 我們現在要去吃碗飯 你是要錢我嗎 沒有 你等一下要給我兩千塊 為什麼 你點個披薩要兩千塊 當然要啊 你跟我中間好像是 我今天也拿到不用錢嗎 呵呵呵 這是我們杜維銘今天請我吃的晚餐 啊 就是我們的 披薩 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等一下的行程 我待會出來晚上 我會回到公司再工作一下 那工作完以後就會回到家裡 然後我就會 開始來玩 看我們這個風中態是一款遊戲 看一下到底好不好玩 這是我們周欣欣 首次登錄我們這個主頻道的畫面 那天還很可愛 救護車 太大聲 救護車 是哭吧 呵呵 應該是警察要來抓你了 好的各位 現在是下班了 然後剛剛 弄到有點晚 差不多快十點半 所以呢 我決定要來吃個 麥當勞 好的各位 剛剛已經吃完我們的宵夜了 那我現在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花了多少錢 然後還有花在什麼東西上面 那第一項呢 是花的是飲料錢 就是請大家員工喝的飲料 我大概花301塊 然後呢 還有去就是幫員工買零食 花了1305塊 我下班的時候呢 就是買一個麥當勞 119塊 另外呢 有一個畫面沒有拍到 就是我繞到卡牌店 買了幾樣東西 然後總共花費是3650塊 那我買的是這個 數碼貝的卡片 然後這是一整盒的 數碼寶貝的一些 就是一樣的還是卡片 然後就這樣一整張的 好 然後呢 還有買的是這個 Overload的卡包 最後呢還有一個停車費 是140塊 那總共加錢的 今天的花費大概是 5515塊左右 好的各位 我已經體驗完 風中菜第一個小時了 那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心得 那我覺得這款遊戲 它就是以一個輕鬆休閒為主 但是呢 它的畫面其實是蠻漂亮的 雖然是以Q版來呈現 可是我覺得 Q版的圖像做的蠻可愛 然後也很細緻 就是沒有那種馬虎感 然後再加上 它遊戲裡面的BGM是很好聽的 好的那遊戲的主要內容就是以 種菜賣菜為主 當然後續等級比較高點 好像也可以玩到其他東西 但是因為我就是 真的是從一等開始玩 那 我一開始呢 只能種就是 紅蘿蜇菜 那到後面我升高一點呢 可以種到紅蘿蔔 還有其他額外的蔬菜 像美生菜等等之類 我覺得這是蠻有趣的 就是因為你等級越升越高 你可以開到的蔬菜量 就越多 然後你會想要種種看 那個蔬菜 長出來會是什麼樣子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它很適合 任何一個年齡層的玩家來玩 因為 它沒有壓力 它也不用課金 就是你慢慢玩 然後打開來的時候 你點一點點一點 然後你如果在忙的話 你就先把它關掉 然後可能下班以後 再打開來 再把菜收一收 我覺得是很OK的 好 那這一週呢 我就會一直玩這個遊戲下去 然後中間如果有發生什麼事情 或是發生什麼有趣的東西 我也會跟大家分享 好 那第一天的試玩就到這裡 那我們明天見 好的各位 這是紀錄的第二天 然後剛醒來 然後現在大概12點左右 然後 因為天氣很好 所以呢 我要先帶我的寵物們 去曬個太陽 我也曬個太陽 然後順便等個中餐 好 繞圈圈 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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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在家裡 我明天會出門想辦法 做一些事 或是約一些朋友吧 不然我看起來 是蠻孤單的 中餐 老媽煮的牛肉麵 又沒有還到錢 媽我假日是都沒有出門 對 真的是個宅男 真的是大宅男 完全不出門的 然後我今天也沒想說出去走一走 可是 下大雨 外面下大雨 然後這是今天的中餐 牛肉麵搭配 水果盤 點塊錢 家裡吃 那我現在要先去 Seven拿我的包裹 就是我 因為我定期有在買玩具 所以就會有包裹送來 所以我當然要先去拿 那 順便可能會 順便買一些吃的東西吧 好的 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 剛去了Seven以後 然後酒店跟我說 欸 你的東西還沒到 可能是明後天才會到 所以呢 我就沒有辦法 然後都會跟大家分享的 但是呢 我還是買了幾樣 我平常會喝 然後我覺得很棒的東西給大家 第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不是我特推的 這個特農的這個 玉米湯 或 紅茶的奶茶 然後以及這個爆米花 也是爆米 也是 好 好了各位 現在來到了晚上 那我要出門跟家人吃個飯 那應該是去吃個日本料理 然後是 我請大家吃 好 各位 今天是統計一週花費 第3天 今天的花費 有花了153塊 在零食上面 就我下午時候出去買零食 然後呢 晚餐花的是 1180塊 就有請我爸媽吃飯 拿大家一起吃個飯 這樣子的概念 那 吃完飯以後 我就請我媽喝一個豆花 那我們總共要花85塊 那整體的花費呢 是我們的 一天 418塊 好的各位 那 現在來到我封種菜的環節 那我個人已經玩這個遊戲3天了 目前等級來到了9等 然後因為我現在等級提升了嘛 所以我就是可以開發旁邊的這個林地 我覺得就是慢慢擴建起來會 蠻療癒的啦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這個遊戲 它不像是我們過去玩那些 種菜遊戲 就是你要去偷人家菜 然後去亂人家 它好像是比較強調是合作為主 就是你的朋友可以來幫助你 就是幫助你升級 或是一起種菜等等之類的 就是 社交性比較高的遊戲 那這個部分呢 我有空會再請阿彌 跟我一起體驗看看 好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就在這裡 那我們就明天再見 好的各位今天是禮拜一 然後我要先開車去上班 然後我待會應該會訪問一下 我們的員工 我待會兒看他們大概一週花多少錢 是正常的 那我問你們三個人一下 你們三個人的 一天的餐費好了 我一天就三百 兩百 我只吃中餐一餐又晚餐回家吃啊 所以我大概一百多吧 因為我大概一天的餐費是 大概一千五百塊左右 我還沒吃中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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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訪問完員工們 一天的餐費是多少 現在呢害我有點不好意思 用換餐進來點了一個一千塊的 老乾杯的麵包 特級殺讓牛的套餐 河明 嗨 哎喲 你開始玩了吧 對啊 因為想說可以一起玩 我就宰下來 不錯 我跟你講這個遊戲它有一個互助的環節 你到我家 可以連線是不是 可以可以 那我現在刪掉 那課金的話就是skin的部分是不是 沒有 基本上它就是有一些裝飾品啊 或是寵物啊 或是一些服裝 但都是有加一些buff在 種菜時要注意適合的栽種天氣 然後溫度 濕度和作物的養分 才能種出最好的品質 所以如果一直下雨的話 我的菜肯就會爛掉 你下雨的話 你就不用澆水 因為濕度就夠 你那個收成以後啊 你放在倉庫裡面要賣 你不能 隔太久 它會腐爛掉 你說這個 對 它會腐爛掉 我現在進到你的裡面 老豬在你後面 它很火 這上面就有出現這個 水滴的這個符號 就是那個互助的符號 互助加十二漢豬 對 就是有 這就是開始互助的 喔 喔 這樣就有幫忙 對 有幫忙 然後你可能很多朋友 就可以一起幫助他們 喔 喔 蠻好的耶 等你回去種菜好了 好的各位 我們現在來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第四天 大概花了多少錢吧 下次請你不要靠這麼近 那我在早上的時候呢 買了一個豆花 一百塊 然後下午的時候 我買杯茶來喝七十塊 然後晚餐部分是花了一千兩百四十九塊 我在回家的路上呢 我就是剛有去買一些 禮品效用在我們某一個節目上來 就是送來賓禮物的 那總共是花費呢 是花了兩千四百七十六 那買的東西像是這樣子 這個 我覺得蠻有趣的 這它不是一個很貴重禮物啦 但我覺得是 就大家都會蠻開心的這樣子 我買完禮物呢 我就去旁邊的玩具店逛了一下 然後玩具總共是花了兩千兩百八十六 然後在晚上 我買了這些東西以後 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去買一杯洗馬克 所以總共花費是六千三百二十一 好的各位今天是禮拜二 然後今天天氣又變得非常好 所以我當然要出門去採買一下 禮拜五要用的拍攝道具 然後買完道具以後 我可能就順便吃個飯 因為現在其實是下午兩點 六點 預約剪個頭髮 因為明天有一個很棒的聚會 就是YouTube的聚會 所以呢我想說整理一下自己 好 那就出發吧 好的各位我現在來到美術社 然後我要來買拍攝用的畫框 好的各位我們現在買完中餐啦 那我中餐買的部分呢是 台灣第一家 啊 欸 應該是台灣第一家鹹酥雞吧 我有點忘了叫什麼 那點那麼多是因為我家人 就是我阿嬤啊我阿姨啊 都有在我家 我想說就買回去給大家一起吃 好的各位今天是禮拜三 然後現在時間大概是下午兩三點左右 就是我的吃飯時間啦 那因為今天晚餐的時候啊 就是我們有一個YT的聚會 就是一個聚餐的活動 所以待會中餐我應該不會吃太多 那吃完晚餐之後呢 我應該會去看一場電影 你們有什麼話要說 會抽獎嗎 會啊當然會啊 年終就靠你了 我們要這個喔 我們根本是年終 都是要靠我抽 你可是號稱Youtube界的獎金獵人 我是獎金獵人 你是尾牙界的獎金獵人 大家都怕我 大家都怕我去哪都把大家的獎收完 對對對 要這個喔 好的各位現在大概五點多 然後我要來接阿明去那個 我們的Youtuber的Party 然後剛才有看到我們的員工 他們就是非常的期待 我又可以抽到什麼大獎 然後回來送給他們 這一次接阿明比較特別一點是 我今天開的車子 跟以往車不太一樣 你怎麼反射我 我要先反射你的 你好喔 你幹嘛開這台車啊 我為什麼不能開這台車 你好中逼喔 我有我車還不能開喔 我來載你才特別開的耶 屁蛋你問我 對啊 這樣我們遇到了很久不見的獎丸 耶OK吧我們阿仙 那瓶中的代表我想問一下 你一個禮拜有花多少錢在自己身上 我現在大概 以一個便當70塊的話 我一天吃兩個 110 一天吃兩個嗎 吃兩個嗎 那如果跟朋友一起吃好一點 就是幾百塊這樣子 六百七八百 其實基本上我都會壓制在 那兩千多塊一個禮拜嗎 對啊 來到訪問我們的女神傑琳 嗨 我想要問一下傑琳 你一個禮拜 花費大概多少錢 花費是包括吃喝跟購物嗎 玩樂所有都是 除了工作以外 工作的不算 可是不一定耶 我講近期的 好啊沒問題 因為近期我的朋友 太多射手座跟天秤座了 我近期的花費這個禮拜 應該至少是 快二十萬 一個月嗎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二十萬 因為我買了所有朋友的禮物 我一口氣全買了 平常的話 好我算一下 平常的話我覺得 大概不超過五千喔 那感謝我們的傑琳 謝謝 現在我們一起拍一日女友啦 沒問題 好我們的這個賭後 要去賭博了 所以這邊前面有一個那個 我應該要把信心帶著 投獎投錢進去的這個抽獎箱啦 我們現在就是買三十張這個抽獎券 然後怎麼是三千塊 看一下我們能不能成為獎金獵人 二十二萬 我們現在要投投獎了 二十二萬加一個體現 投二十二萬我們也要三十萬 兩萬給元東 什麼 好傻喔 元東三個人分兩萬 三四二七一 誰 沒有 三四二七應該才是中間跟後面的喔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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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花那麼多錢 好的大家 我們現在 我跟菜哥還有梅伯 還有洛基 一起來看蜘蛛人 那我們是看很晚的場次啦 等一下看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沒有要爆雷 分享 今天 OK 各位 今天是禮拜四 然後今天準備要去 一早 現在又到八點 準備要去那個拍攝現場 你來你來 剛剛還叫我 我真的 挖呼耶 我來眼睛 來來來來 挖呼自己 眼睛應該沒事了 好了各位 今天來回報一下 禮拜三跟禮拜四 晚上的花費 因為我昨天晚上實在太累了 那昨天總共的花費呢 是 六千三百五十塊 那麼今天呢 我的花費呢 是我的 車資的費用是 停車費八十塊 中餐五百三十塊 晚餐一百三十塊 然後我買了一張買卡的點數卡 一萬塊 那總共的花費是 一萬零七百四十塊 好的各位又來到我們的 鳳種菜的時間啊 那跟大家講一下齁 就玩這遊戲 我也玩兩三天 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遊戲中的這個 作物的價格啊 它就像股票一樣 會有低有高 有時候你會賣很貴的價錢 有時候會賣很爛的價錢 這個菜現在多不多的賣 來決定它的價格 我覺得這一點是蠻有趣的啊 就是不會是一定固定價格 你種什麼菜一定會發大財之類的 我覺得這個不錯 最近呢他們很應景 就是也有出了這個 東競煉歌的造景 我在遊戲中其實用了蠻多的 東競煉歌裡面的造景 很像你在做一個娃娃屋 把那個娃娃屋都放滿 那個聖誕節的氣氛 然後另外跟大家說一下 這個遊戲呢 其實玩到後面還有很多東西可以玩 你可以釣魚 你可以升級裝備 然後你甚至還可以養寵物 那我只能說啦就是 它是一個需要農的遊戲 好那我們這個風凍菜 今天就玩到這邊 那我會一直玩到 這個禮拜五 那我們再來做一個總結 好今天是最後一天 就是用我剛好 這我們化妝室AVY YAY 好 那AVY我想問你一下 是 你平常一週大概會花多少錢 哇 欸 我覺得很難 因為有時候我突然就是想要 今天就突然看到什麼東西 可能今天突然想說 那這個傢俱買一下好 我們就算八萬好不好 我們算八萬 你除以四 所以是 一個禮拜是兩萬 好了 這是我的中餐 因為我們今天有點趕 所以就沒有特別去吃 中餐就買了這本東西 那我們的女主角到了 娜娜同學Mendy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一個禮拜大概花多少錢 我一個禮拜 很難欸 為什麼 好抓 五百 五百而已 你五百怎麼活 我在上班啊 上班要花什麼錢 請多去買個 早餐然後晚餐好了 好了各位 現在來到最後一天 統計花費的時候啦 那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早餐花了四十三塊 飲料花了七十塊 停車費花了兩百五十塊 加油費花了一千六百二十六塊 晚餐是七百二十塊 然後包裹呢是五千兩百二十塊 那總共費用呢 今天花費的費用 是七千九百二十九塊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剛剛拿的包裹是什麼東西齁 其實我已經忘了是什麼了 結果不是買給我自己的 這件衣服是我大概在 一年前吧 好像幫阿民訂的衣服 然後是 阿民最喜歡的這個 我們歸面之刃這個 蝴蝶人的角色的衣服 太久了 好的各位 現在來到我們這個 一週挑戰的最後的環節 就是我們要來公布 我們這一週花了多少錢 但在公布之前 我有一個禮物要送給你 什麼禮物 我跟你講 這禮物我大概買一年 現在才來 是我要送你的衣服 我那天來的時候 我想到底是什麼 結果是 我一年前 那個鬼滅之刃很紅 然後我就買一件的衣服 要送給他 我可以不要 我總是要拿 你的好意 然後完全不是我需要 你很大男人 在此建議各位 送禮要送對 不要以鄉情願 一直塞禮物給別人 不然下場會很慘 不要再送我禮物 我再次聲明 不要再 中菜中了這麼久 菜終於到了 各位 超多的 太多了吧 花椰菜 然後還有這個紅喜菇 紅喜菇超好吃 還有阿憲最討厭的香菇系列 小芥菜 唉唷 還有玉米筍耶 這是什麼啊 松菜 我沒有看過松菜 小白菜 小白菜我們那個阿伯也可以吃 茄子 有蛋 然後他們是真的有 就是特別製作 就弄這個箱子 然後貼上他們的貼紙 我就知道 喔 它是真的會寄成 而且他們好像都是 好可愛 都是台灣農場裡面的 然後好像都是 有機農場 嗯 我看上面都是自己的有機產品 遊戲能夠連結 真實 是件很棒的事情 因為我們過去玩遊戲 大部分都是虛擬為主 對沒錯 但是 就是你錢 好就算你錢刻下去了 你也不會拿到實體 對你也不會拿到任何實體 你會拿到虛擬的快樂 對 可是這個又有虛擬的快樂 又有實體的快樂 我覺得這真的很屌 但是我想 我也想 因為廠商借了這麼多菜來 但我想看看是 你的手機現在目前菜場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那是我家 我把 我已經把它改造成一個 好可愛喔 聖誕節風格的 我們的正題是 要來公布這一週花費的金額 我2021年的 這一週花費的金額是 40414 一個禮拜到底可以花什麼東西 可以花到這麼多錢啊 你一個人 花一個人的薪水 一個禮拜 WOW My God 你一定月入十萬吧 我不經懷疑我老闆薪水也是二三十萬 他薪水應該沒有 沒有啦 他薪水應該沒有 要換了怎麼應該花四萬 對 他應該薪 你是不是薪水自己有挑帳 只是我不知道 沒有 你是有A錢 沒有沒有沒有 你是倒用公開 好啦 喜歡我們的話請訂閱我們 然後如果你對於遊戲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下載喔 這遊戲叫做豐種菜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 欸不對是明年見 欸 真的好吃嗎 我一天只吃一餐 我大概真的 我大概在三四點的時候會吃 兩個下去很飽 然後就撐到晚上 都不吃你知道嗎 你知道那個餓嗎 那個味在攪動的時候 那真的是餓到一個 差點升天耶 我說怎麼辦 你看 灌水嘛 屏東水怎樣 屏東水很甜啊 多灌幾項啊 甜甜的喝一喝 就撐過去了啦 你再會是用你們之前用的那個 大杯的那個飲料桶在喝水嗎 欸 我都放在床旁邊上 拉一個管子 像打點力在扯你知道嗎 心裡感覺就來了 是不是呼呼啦 我再跟大家說 我真的已經告訴這個人多次 不要送 而且是他國家的語言 我就是不懂 他為什麼聽不懂 為什麼 為什麼 你對我好 可不可以用別的方式 不要這麼大的男人 我很累 我要收一堆東西 然後我丟掉 我又 你又在那邊 我真的受不了 我很累